母鸡拨脚案例 2016年3月12号早上起床喂鸡 发现其中一只母鸡无法站立 似乎很痛苦 原先以为是脚受伤 帮它清洗后发现没有伤口 而且有发抖的情况 第一天只能躺无法站立 咽咽一席 这时赶紧拿些姜汤喂食 并从鸡腿开始往上找原始痛点 按到背部时鸡突然叫得厉害 于是确定原始痛点 按完后使用薄围 将暖暖包固定在背部原始点 开始从鸡腿上找原始痛点 按推时鸡叫得特别厉害 脊椎不是脊椎 你比较小的比较痛 按推后背一天暖暖包就可以站了 原以为没大碍了 放回鸡舍时被他的同伴 胖鸭跳到背上踩了两次 旧伤加上心伤 鸡又更严重了 晚上又赶紧按推了一次 按推完第一天一可站立 约过了三天一可走路 七天后恢复正常 母鸡恢复后开始下蛋 比一般鸡蛋大很多 我